拿完这款在陆服进行封测的 墨剑江湖 水墨风格 看起来品质很高啊 进行选角了 选个妹子吧 还可以随机耶 各个门派啊丐帮武当唐门天山 选个妹子哈进来 我这品质做的是非常高的 好凶哦 这边打起来了 武学的碰撞 我们跳过好了 哪一本的哦 内宫外宫 那个内宫好了 当是不是在玩外宫啊 我在想想 玩个剑法 现在是习武状态吗 把战力提升了 装备 一件穿戴 油派 前往药田 这边可以拉近了 最近就这样了 这是最远 采集 教我习武 练剑 严席 这边 这边我不能跳过 要打三人了 武学系统 剑法 清竹剑法 装备了 去抓麻雀 这边都是自动巡路的 配音 哎呀 绑得好 拔刀相助 要开战了 要开战了吗 我劝你别 我劝你别夺管仙式 我可以拉那么近了 最高还可以开到五倍速 哦 还不错啊 如果是盖帮他是什么 相同是巴掌 嗯 真的有事有在进步了啊 2024年 这个是可以期待一下的 拳法 剑法 鹤行十几次啊 刚没看到 好猛哦 新的侠客 书千千辅助 耶 做了一个妹子 哼哼 咦 刚刚那边是可以剪的 怎么出现一个手 那边有地痞 不要碰 不要碰 他追上稳了 开干 开自动 开加速二倍 缺点的部分吗 我这个开招应该要喊一下招式名声啦 是不是 不过他现在封册啊 可能还没有时装也说不定了 又下方锯气纸如果满了就可能开大招了 本来是香蕾妈 月女剑法 完成 完成 这还有轻功的还没好 还没解锁了 图鉴 继续前进 你再点一下那个任务那边啦就出现箭头了 我这边都可以进行探索 那是谁啊 boss吗 火堆 我要去点火堆吗 我点击 燃烧 他这样子啊那我想到了剑鱼远征起程 到战斗也是一样 可以透过在战局中进行释放 音效稍微差了一点的 比较单调 来啦装备 五行 黄铜剑使用 这边勒 小时候 我和你一起在松竹溪 哦 主角不能提升了 我和你一起在松竹溪 那是我最快乐的日子 五旋勒 飞花剑法 感觉我还缺位缺角色啊什么的 这样只有两位而已 先跑一下主线看看好了 东西都先不要剪了 打boss 好打掉了 调查水井之下 雪姬来源 前面这样子就是跑来跑去而已啊 哦 好凶哦 这边有神秘人啊 要开打了吗 爆炸的艺术 这个烧啊 好像不会烧到自己人 敌人会隐身 全都打掉了啊 完成 这下找线 閃鎖 密室 戰鬥 這次反復的進行這種戰鬥啊是看了一看 就覺得有點乏味的 一定會講說那邊有寶箱哎 我知道啊只是我懶得在哪呢 下一個任務是什麼 他有點偏向NORPG這樣子 進行探索 做主線劇情 戰鬥的部分 這才 半幾死這樣子啊 就看他們打而已啊 打造裝備啊 指定主屬性 更換 有時候會想起小時候 我和你一起在松竹溪 那是我最快樂的日子 接下來是任務了 接下來要去續舊了好了我就玩到這裡好了 他只有這樣鋪陳啊有點浪費時間 前面是挺經驗的啦 但是後面 好像也沒有什麼特別突出的改變了 估計要跑很久 那畢竟的風車後面就不再體驗好了 大家拜拜 拜拜